由偶像转换跑道 近年专注在演员身份发展的秀智 刚刚就凭着安娜 若为百想艺术大赏的电视部门最佳女主角奖 算是迎来了事业的高峰 不过这边乡在事业上倒了里程碑 那边的秀智却在访问中 透露自己想要结婚的想法 让不少人惊掉下巴 4月7日一则题为秀智算命说要明年结婚 就算结婚我应该也不会后悔的报道 登上了never热门新闻排行榜 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据报道表示 4月6日频道赵贤雅的周四晚 更新了一则题为 邀请你来到与秀智的疯狂眼泪派对的视频 这是秀智出演的第二期内容 其实秀智出演的上一期内容 已经突破了300万的播放量 让人不得不感慨不愧是国民初恋 事实上歌手赵贤雅和秀智 已经是相识10年多的好友 两人的手机中都保存了很多对方的照片 次次赵贤雅邀请秀智出演自己频道的节目 两人边喝酒边聊天边唱歌 相谈甚欢 当赵贤雅提到这次秀智入围百想的作品安奈时 她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看到秀智很坚强的模样 我就很伤心想抱抱她 随后秀智也透露了自己出演安奈的幕后故事 公司并没有反对 但是我在这个年龄去演40多岁的人物 他们还是有些担忧的 虽然我也有点担心 但我觉得这是一部值得我现在去挑战的作品 之后公司说秀智想演的话就试试吧 最终决定出演时 我只回复了好的 但其实内心很激动 见到公司代表是我才说 其实当时我挺高兴的 我会好好努力的 最后秀智还透露随着拍的作品越来越多 她也从中学习和成长了很多 不过泪点也变得越来越低 之前拍完里都拿聚餐时 她还在众人面前哽咽了起来 从2022年底开通油管频道的秀智 几乎每个月都会公开Vlog视频 与粉丝们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最近她还上传了自己在家里做画的视频 对于画画她表示 这就是的爱好 所以不用画得很好 自己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不用有压力 其实秀智一直有在个人ins上公开自己的画作 她的画风也渐渐有了变化 而且秀智很喜欢使用彩色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她活力向上的性格 能够在工作之余享受独处的时间 说明秀智真的很热爱生活 也懂得调整自己的状态 看到秀智的成长与变化 不少网友与粉丝都留言为她感到骄傲 秀智真的成长为了一个很酷的全能艺人 说起来裴秀智真的是那种老天爷追着赏饭吃的人 1994年出生于光州的秀智 从小就长得清纯可爱 爸爸是国际院公任六段跆拳道选手 除了经营跆拳道场外 还一直担任教练工作 秀智受到爸爸的培训 所以拥有跆拳道二段的实力 妈妈则经营着一家美容院 不过因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使她夹到中落 秀智在初中时为了帮补佳绩 曾到网络服饰店当模特 出道取得成功以后 秀智便让家人过上无忧的生活 非常孝顺 虽然秀智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 甚至曾瞒着父母偷偷上舞蹈学院学习 但她并没有怀有当偶像的梦想 2009年初三的秀智参加了 MNT选修节目 这是她第一次参加征选 她本来是陪朋友一起来的 结果她成功通过了初选 在进入下一轮比赛时 她意外被JYP娱乐公司的形态发掘 最后她选择放弃Superstar K的征选 成为了JYP旗下的练习生 由于光州和首尔的距离很远 秀智经常觉得自己练习时间比别人少 所以总是在周末特别勤奋地练习 而她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在练习一年多后 她顺利在2010年以Miss A成员出道 Miss A的风格相当独特 他们把欧美的曲风融入在韩国的舞蹈中 也曾推出过夺手筷子人口的歌曲 并且在秀智出道数个月后 便接拍了校园青春电视剧Dream High 梦想高飞 以演员的身份正式与大众见面 秀智在剧中与金秀贤 玉泽眼 贤金 RU等人有大量的对手戏 初次演戏的她表现亮眼 还凭此剧于2011年获得KBS演技大赏最佳新人奖 夜市在此之后 秀智开始陆续得到了更多拍戏的遥远与机会 2012年秀智出演首部电影《初恋诸记101》 剧中她饰演大学时期的女主角杨瑞英 以情心素颜的演出而被誉为国民初恋 更凭该电影夺得 第48届《百想艺术大赏》中的电影部门新人奖 她青春甜美的样子仿佛刻在观众的心里 秀智在往后的日子不断地挑战自我 出演了不同类型的角色 也累积了很多口碑不错的大热韩剧 如今更是与金慧秀 宋慧桥 朴恩斌等 一众一眼祭派 角逐百想事后 不过她事业上的成功 并没有延续到感情上 不过秀智却在这次节目上透露 自己的结婚想法 期间秀智提到自己今年就要满30岁 因为她很小就出道 所以秀智一直希望自己能早点长大变成熟 但真到30岁 她又觉得没有太大的变化 只是年龄再增加多了几条周纹而已 但随着年龄的增加 自己成为了越来越优秀的人 因此秀智感到非常满足 接着赵贤雅还提到秀智以前算命时 说她要在31岁结婚 对此秀智表示 不是说的一定要结婚 而是如果在31岁结婚的话 那是最好的 如果秀智真要在31岁结婚 那就是2024年 这是赵贤雅问道 假如真的恋爱和那个人结婚了 那你不会后悔吗 对此秀智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不会后悔啊 我不会后悔自己做出的选择 关于结婚 秀智就连婚礼也想过 她表示不是会举行最豪华大型的话 就是会选择超级简单小巧的类型 并不会选择中间职 秀智的这番话 莫名地让人心疼她 许多人看过秀智这个访问后 都不禁为她觉得心痛 作为女明星的她 实在过得不容易 从小就过着高压的生活 所以想要变得成熟 有着对抗外力和外界事物的能力 事实上许多女生都总会对结婚有憧憬 找一个深爱的人共度余生是多么幸福的事 不过对于秀智来说 即使谈恋爱这样简单的事情 也变得难关重重 之前谈过的男朋友黎明稿 李东旭等 不是因为工作过于忙碌而分开 就是会被外界指指点点 让简单的恋情变得复杂起来 就拿她最受瞩目的与男神黎明稿的恋情来说 2015年两人在伦敦约会时被拍 根据韩媒报道 黎明稿在巴黎工作时 未见身在伦敦的女友一面 预定了一晚要价190万韩元的五星级豪华套房 让彼此有空间浪漫约会 在公开恋情后 秀智在访谈中也有提到黎明稿 她表示自己在继承者们的时候 开始关注并成为了她的粉丝 她也提到恋情曝光后担心失去粉丝 但坦言真的很珍惜她 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 大家都很祝福这狼才女猫的一对 可惜两人交往三年便宣告分手 经纪公司表示是个人因素 所以退回同事关系 但他们仍然保持友好关系 不过好在如今名利双收的秀智 为自己与家人带来了好生活 给妈妈开了一家咖啡店 给爸爸送了一台豪华轿车 还买了一套房送给父母 甚至还曾登上女星豪宅排名榜首位 她居住的江南区论县洞 N公寓价值40亿韩元 公寓主要以欧式设计为主 低密度且拥有高度的隐秘性 不知道究竟是谁 才能在明年配得上如此优秀的秀智 中疱 感谢观看